存股裡面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因為為什麼很多人覺得存股很慢 就是他們都是比如說像我早期也是一樣 我買10檔股票 比如說有100萬 一檔分配10萬塊 我想很多人都這樣 因為存股族都很貪生怕死啊 都很怕死的 所以他們都希望分散風險 越分散越好 就像買ETF就好了 對就像買 但是買ETF不能讓你 可以讓你穩健獲利 但不能讓你 Outstanding 看好的股票 比如說我剛才講的這幾檔 我就會壓比較重的比重 就好像蝌蚪的頭一樣 那其實我持有的股票非常的多 你看這邊大概還有將近20檔的股票 35%的比重裡頭有16檔的股票 這16檔會不會有點多 不會 我是覺得這個叫做擴大我自己的 存股研究的能力圈 你知道嗎